这个人曾经要做过外交官 曾经是中华民国对市水的领事 这个人78岁的时候 对我讲一句话 他说我看破红尘了 我对世界看透了 我现在完全奉献给主 我说表叔啊 你没有办法完全奉献给主 我完全怎么没有办法 我什么都不要 我完全奉献给主 你的时间没有完全奉献给主 你年轻的时候爱赌博 你年轻的时候爱喝酒 你年终的时候爱跳舞 你78岁才奉献给主 完全奉献给主 你要奉献给主几年了 过一年多以后他就死了 死的时候最靠近他的亲戚就是我 所以我替他洗澡 替他换衣服 我自己去买鞋子给他穿上去 把它放在棺材里面 他只有女儿没有男孩子 他有个养的男孩子 在加拿大不能回来 我什么都替他做好 我心里一个思想 你愿意完全奉献 你只能奉献你产余的最后一年的时间 什么叫完全奉献 不是你所有的完全 是你整个生命的完全 整个思想的完全 整个心态的完全 整个灵性的完全 整个信仰的完全 到他的面前来 爱道 因为这一个关系 是我们能祷告 我们祷告 是来到这永恒的你面前 不是要利用他 不是要命令他 不是要指挥他 我们不是要挽弄他 许多人的祷告 是利用上帝 许多人的祷告 是挽弄上帝 许多人的祷告 是命令上帝 许多人的祷告 不是命令上帝 祷告是发现神 给我的命令 祷告不是改变上帝 祷告是求主的灵 改变我这个败坏者 祷告不是利用上帝 祷告是把自己 交给上帝 让他使用我们 耶稣教导我们 祷告的第一句话 你来到谁面前 你对谁讲话 我们在天上 这句话太伟大了 把上帝叫做败 没有一个宗教 可以做到的事 孔子没有告诉我们 有一个败在天上 老子没有告诉我们 有一个败在天上 孔子没有告诉我们 有一个败在天上 佛教也没有告诉我们 有一位天父在天上 印度教也没有这样的话 佛教是无神论的 因为佛生出来 根据传说 一个手指指说上面 上天下地 为我独尊 没有上帝的信仰 没有天上的父的观念 这是一个无神论的宗教 那么佛教是无神论 佛教不拜什么呢 他们拜一个不承认神的神 他们拜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他是神 释迦牟尼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所以如果你修身养性 清净无为 直到完全圣洁 进到涅槃的时候 你就变成一个佛 所以他们要向谁祷告呢 向自己祷告 结果他们不能向自己祷告 因为他们是神所造的人 他们就在佛祖面前烧香 他们向高达玛不达 向他祷告 就是完全违背 佛祖自己的教义的 那么印度教徒向谁祷告呢 印度教的神有三万万六千万个 你不要说敬拜 如果你能把他名字找不出来 然后你一个一个念 念到死还没有念完 三万万六千万个神 那么这神哥们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神是木头 就是神是石头 就是神是牛 神是蟑螂 神是飞鸟 神是狐狸 神是这个所有的动物 很可怜的 人过落到这个地步 那么你说世界上 有没有拜一个天父的将神呢 只有希腊的一个诗人 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们是从你而生的 我们都是从你而生的 所以这句话的引译 就是说有一位神是我们的父 这个人叫Clyntes C-L-E-A-N-T-H-E-S Clyntes的诗里面我去查了 他在第二段的后面有一句话说 我们是从你而生的 所以保罗就在 十度七章 第十七章 引用Clyntes的一句话 正如你们四人说 我们都是由他说生的 但是从来没有 我称呼在为神是父 所以说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 讲这一句话 你们祷告 要如此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亲爱的弟兄弟 犹太人 模糊父的观念 所以当耶稣说 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的 他们是 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 耶稣说你们的父不是上帝 他们奋诈地回答 然后耶稣给他们下一个结论 你们的父不是上帝 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 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 耶稣说 如果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父 你们早就到我这里了 因为当你们的父亚伯拉罕见我的时候 他就从远处 他就欢迎 他接待我 你们不是如此 当耶稣在讲跟踪一句话的时候 结穿了整个犹太教最败坏的东西 你们的父是魔鬼 现在弟兄怎么样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犹太人没有一个人遵循过律法 犹太人没有一个人亲近过上帝 你们用嘴唇亲近我 你们的心愿愿离开我 所以你们拜我是枉然的 我恨恶你们的安息了 我厌烦你们的自由 你们越望越说现的记忆 我都已经看厌了 以色列得到了律法 他们去尊心吗 他们没有尊心 怎么知道以色列没有尊心 彼得在 《赤兰西书》第15章讲一句话 原来从我们的诸中到我们这里 没有一个人 尊心过律法 那么这些宗教在做什么的 他们在搞什么的 他们在建立什么的 他们都在建立自己的功劳 所以他们设置路口大声祷告 他们在高处阳神祷告 还有人看见他的前程 他们有人看见他们亲近上帝 他们的宗教是以自私做出发点 是永药自己做出发点 耶稣说 你们的父不是上帝 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 你们的父是魔鬼 有人像耶稣这样勇敢批判 这样勇敢讲话 他没有别条路可走 一定要被杀死 被钉在世上 因为他讲的是真理 人喜欢真理吗 人不喜欢听真理 人喜欢听实在的话吗 我们不喜欢听实在的话 我们喜欢听好话 我们喜欢听甜蜜的话 我们不喜欢听实在的话 上帝看全世界的人 可恶 可悲 可怜 你们的父是魔鬼 所以我告诉你 有了职的 也就有了父 没有职的 就没有父 认识职的 就认识父 不认识职的 就不认识父 我来把父 谢明给你们看 我就是道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 我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 你们的世界找不到父 你们的宗教里面没有父 我里面有父 回教徒 荷兰经的第一章 99个上帝的名称 什么最好的名称 都归到上帝圣的 但是只有99 少了一个 哪一个名字呢 天父 回教徒不能称上帝为天父 因为上帝不给他这个权柄 上帝把这个权柄 赐给谁呢 赐给信靠耶稣基督的 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 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 第一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 凡节大于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权柄 做上帝的儿子 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领受了奴仆的心 我们领受了儿子的灵 但的 Spirit of the Son 借待耶稣基督的 借待耶稣的灵 耶稣的灵 就是基督的灵 基督的灵就是上帝的灵 上帝的灵就是圣界的灵 是圣父圣子圣灵 上帝把他儿子赐给我们 让他儿子成为我们的长兄 引导我们以他一同成为上帝的儿子 借着圣灵重生我们 所以圣灵是儿子的灵 而儿子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成为圣的儿子 而我们就成为阿爸天父 这是真正祷告的开始 我告诉你 在宗教里面没有真正的祷告 宗教里面人用祷告建立功劳 更利开上帝 全本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说 不是我的子弟弟 我要使他们成为我的子弟 我要使自己成为他们的父 旧幼是如此 新幼是如此 新幼设计的行动赐下来了 父把赐赐下来了 把万有交给子 只成为众子的长子 使我们以基督一同成为后世 使我们的基督一同成为上帝的儿女 儿子的灵进到我们心里面 我们就父叫阿爸 天父 用这句话开始祢的祷告 耶稣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复活 感谢上帝 这关系多么轻蔑 我是他的孩子 是他所爱的 他是我的天父 有血缘关系 有心疏关系 上帝竟然成为我的父亲 我竟然成为上帝的儿子 所以我们叫阿爸 天父 我们就不信不疑 放胆 放心 来到他的面前 把我们所需要地告诉他 他就照着他的应许 叫他个丰富的恩典 世恩宝座 把他的恩惠赐给我 所以我们随时的帮助 感谢上帝 今天晚上 你听了这一篇 你久以后 你再祷告的时候 你恳求主给你发现 天父是你的父 从今以后 你跟非基督的祷告 是完全不同的本质 你来到你自己父的面前 你的天父的面前 我们在地上 有多艰难的遭遇 多痛苦的反境 多可怕的逼迫 你不要惧怕 因为我不是在地上 我也在天上 你说基督徒现在在天上吗 是的 你说圣经有根据吗 有的 现在在天上吗 是的 你看一福说书第二章 第六节 它说我们如今 以基督一同 坐在天上 这是你属灵的地位 你已经重生了 你已经有了子的灵 所以从灵性来说 从地位来说 你已经在主耶稣里面 得到凯旋 已经得胜世上所有的罪 你已经坐在天上 以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感谢上 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 我记得我的父爱我 我的父借助圣灵重生我 我的父借助基督拯救我 父啊 我是你的 我常常记得 我六七岁的时候 听我妈妈在房子 最前面的窗口 跪一下祷告 她常常祷告这样 我的父啊 我的上帝啊 我天上的父 我的救主啊 我的主 我的父啊 这个寡妇 三十三岁 没有丈夫 要亲手痛苦 用一针一线 缝衣服 把八个孩子养大 她决定不再结婚 她决定做一个寡妇 把儿女养大 让他们受好的教育 让他们尽全度 让他们相信上帝 她讲一句话 我立志不再结婚 我立志只做一件事情 靠着主的恩典 把你们养大 我立志只做一件事情 把你们养大 我上帝的好儿女 我的父啊 我的父啊 我的上帝啊 我的主啊 你说 你是孤儿的父亲 你是寡妇的圣言者 今天到你的面前来 我的儿女 叫在你手上 感谢上帝 我的母亲 守寡 到六十八岁 她离开世界 那个时候 她死的时候 我在法国的巴黎 我非常难过 因为那个 常年为我祷告的 代祷者 已经死了 那个时候 我们的机票 要八天以后 才有位置 我在我的大哥做生意 他带了一两万美金 预防万一 所以买四张机票 我们马上可以回来 所以飞机上的时候 我就学了一首诗歌 母亲 为什么你这么早 离开我们 到二号传来的时候 我们不尽眼泪遮流 母亲啊 虽然你贫穷 没有什么可以献上的 你把五个孩子 献上就传到人 母亲 我不知道什么在见你 我知道你在父的旁边 你享受你的安心 求主帮助我 孝伴你的忠心 爱主 敬畏主 还养主的道 看到见主面 见你面的日子 我在飞机上 把那首首坐好了 回到印尼 在他上四礼拜里面 我自己在钢琴上 把这首歌弹出来 亲爱的弟兄 我的父 我的主 我的上帝 因为这一位 是我的 Eternal Tao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心 倾吐在祂的命中 千万不要把 非基督徒的祷告 跟主导文 当作是一样的 这个祷告是重要的 因为这是 神成了人 对人教导 怎样向神祷告 的祷告 这个祷告不是以人为中心的 我们在天上的福 你的名 你的国 你的旨意 天父啊 过度 全并 荣耀 这个祷告 以神为开始 以神为结束 这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祷告 才是真正不愿意的祷告 看望主导文讲完了以后 我们祷告的生活 已经经历一场大的革命 我们一切的错误出来 在真理里面 靠着圣灵向上帝祈求 今天我讲的第一句了 我们在天上的福 下个礼拜我继续讲讲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我们低头祷告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观看